普里镇预生路是新普里社区主要出入道路之一 因为此条道路已经将近30年未修散 路面已经破损相当严重 在居民曾经副一长潘一泉办公室之后 近日一早县长林明珍及副一长潘一泉也到现场进行会看 林县长表示因为路面破损严重 影响到用路人的安全 在会看后也会减速来发报改善 让社区居民通行能够更安全 这个路面可以说从铺售到现在 从多没有再重新抛出再重新施射 这个路面就要造出来 也不平可能比较不好行驶 今天林历长林志良历长 透过潘副一长曾旗到现场来看 大概300多万要把整条路面重新抛出 副議長潘一泉表示 這條道路自布設資金 將近30年未修繕 都面奧都不平也容易造成危險 感謝林縣長雲諾改善 讓測區居民出入能夠更安心 這條道路是20-30年來 都不需要補色新的月 在樓梯也很沸騰 樓梯也屈屈不平 今天林縣長特別關心 保留主要選擇 今天來看 也已經答應說 要來開一個三百個空門 來把社區的撲油重心 再試試過 感謝林縣長雲諾改善 由於新布里社區 是西南里人口密集的地區 每天出入的車輛也相當的頻繁 副議長潘一泉 也希望在會看後 相關單位能夠請出來發包改善 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記者程維一婆里採訪報導